疫情升溫卻沒有降低 民眾外出跨年的意願 昨天晚上臺北桃園 臺南跟高雄等地都有居家 檢疫或是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的民眾 外出跨年還看演唱會 違反了防疫規定的民眾 衛生單位也依照情節的輕重開罰 而最新消息傳出 有民眾參加桃園一場演唱會 之後發燒 桃園市衛生局就表示 自主健康管理不代表確診 若是民眾看完同一場演唱會之後 身體不適 要戴口罩 儘速就醫 受疫情影響 許多跨年活動改線上直播 但照常舉辦的幾場 還是擠進大批人潮 沒想到臺北跨年晚會 及桃園五月天演唱會 都傳出有自主健康管理者 跑來參加 被中央首度啟用的 天網系統一一揪出 北市府以簡訊及電話逐一確認 這三十多人是否有進到晚會 實名制管制範圍並勸離 而五月天在桃園的跨年演唱會 也有五個來自臺北 臺中跟桃園的歌迷 自主管理期間跑來看演唱會 引起歌迷恐慌 桃園市將醫傳染病防治法 開罰一萬到十五萬 這次跨年不只有自主管理者偷跑 臺南還傳出逮到三名居家 檢疫者外出 其中兩人是臺南本地居檢者 第三位則是從高雄跑到臺南來 讓臺南市長黃偉哲一號上午 直言要重罰 去搭大眾運輸系統的處罰三十萬 真的不明瞭 他們為什麼在居家檢疫的時間 還這樣子趴趴走 造成防疫的可能的破口 臺南警方等單位分別在室內 KTV新竹等逮到三個偷跑者 本地居檢的兩位已開罰 並異調接觸者 從高雄來的居檢者則交給 高雄市處理 三名居檢偷跑者目前都被送進集中檢疫所 外出期間接觸的人也全力自主健康管理 正值防疫期間 中央跟各縣市政府也再次呼籲民眾 務必遵守防疫規定 以免害人害己 記者綜合報導